《迪文踩場》 現場版又來了 6月20號是《迪文踩場》的1100集 到時歡迎各位MyRadio的聽眾上來一聚 有興趣的朋友請Email劉偉 到時見 好 歡迎大家收看星期四晚的本土聚前線 Hello 都是我和史提 有少許可以說清楚 我們這節目今集都是錄的 現在是星期二晚 所以到時星期四晚不知道會怎樣 因為政治一天都業長 現在星期二晚都是比較早的事 未有什麼事發生 但當然今天已經很像戒嚴 尤其是在港島我自己去金鐘 和戒嚴是沒有分別 因為全部都是幾重鐵馬 兩三重鐵馬 然後周圍都是龜 便衣都有 我走過去都會拿電話 偷偷地拍攝 即是有人看不到 這麼鬼鬼 電話這樣拍 你會拍什麼 我光明正大一路走 你那些龜都全部瞪著我 然後便衣都在拍攝 即是好像戒嚴 總之就是 我們今天是星期二錄影 其實星期三發生的事 我們暫時這一刻還不知道 我自己的估計應該都很緊張 但我們現在錄影這一刻 其實我們都收到很多的訊息 或者相片 或者Facebook都看到 即是說 警察去截一些人去查證 手袋 不是說只是在香港道那邊 簡直可能是 不只是在金鐘 不只是在金鐘 其他地方 譬如九龍也有 九龍也有 深水堡也會有 總之你穿著黑色衣服 背包 你是一個正正常常靚靚仔仔的年輕人 就一定調查你 你越靚仔越調查你 越史正越調查你 越讀書的樣子就越調查你 為什麼 因為他們覺得已經認定了 這群俊仔搞事 讀書大學生的搞事 不過我都在中環上班 二十幾三十歲 都可能中層管理層 放工都被人調查 不是吧 IT9是什麼背包 什麼電腦 最可憐的是 查到一些東西 那些東西 他覺得是武器 他就可以進來 他看你不相信 現在就可以進來 有時候我都在想 為什麼有些 好像之前 在六九遊行那天 有些人被人查了一個袋子 我不知道是假的 然後警察就說 你為什麼要帶這麼多水來 不行 為什麼要放這麼多水 你是不是拿來丟警察 你是不是在說六月九號那宗 那宗記者 那是立場的記者 水有什麼問題 其實立場的記者 我有看他的故事 他說他一直都藍著記者證 有書出來 然後警察就說 我看不清楚 他想搶救他的證 我看不清楚 他的證讀出來 他只是搶了你 警察視力有問題 是不是應該暫時要回家休息一下 然後他就找位進去 我現在懷疑有攻擊性武器 然後就手上袋 手上袋 什麼賊都沒有 那就是記者 有幾支水 你拿一支水 襲擊 我覺得這個位置很嚴重 現在基本上 你說你維持治安 你說是懷疑 我明白 但現在你是濫用了這個條例 你說我逛街見到有人 總之你醜 我懷疑你 然後還會說一句 喂 你額頭又沒有抓住 那個賊 強姦犯這幾支 我怎麼知道你是不是壞人 我查你 警察其實他是要 有合理的懷疑 他才可以去查你身份證 現在他是不是都說了 濫用 大家看看金鐘那些片 或者照片 下午在天馬公園 有一個女生被九個警察圍著 九個 搶他的袋 不知道怎樣 在那圍著他 搶他的袋 那類東西 總之是 都有點暴力對待 一定是 現在 收工時間之後 整個金鐘站是戒嚴狀態 然後很多人 基本上你一出閘 就要賣牆道給他手伸 神經病 整排都站在那裡 拿到東西去 為何我要受這個屈辱 我不是一個香港市民 我不能逃得逃 最慘的是 我不能識到旁邊的人 你為什麼要我捉一群 好像有事 在餐廳吃東西 突然間都要問 拿你的袋子來給我查 我還在吃東西 我做什麼 都會被人查 這不是我吹想 我看見網上 已經有些特別出來 拍到對面 圍著一台人 不知道幹什麼 但他們只是吃東西 現在香港是半戒嚴重 像新疆一樣 要用戒嚴就算了 你要設定了八點鐘 所有人不准出街 全部回家看CCTVB 你又不准是 你想怎樣 現在你剛剛下班 你香港人最慘的 話說六點的時候 八九點都還沒下班 出來第一件事就被你查身分證 我不生氣嗎 我們現在都說得很沒有組織 我們稍後會說六九遊行 我們繼續說現在 當下和之後 我自己覺得這次就很麻煩了 雖然現在好像不少人說要出去 星期二 但是我自己認為應該都比較難有什麼事發生 但如果有事發生也很麻煩 或者今天沒有事發生 星期三也可能很麻煩 因為警察現在去的做法就是 沒有人可以留天光 沒有人可以過夜 街上他要清空了 沒有人可以聚集 沒有人可以逗留 不會再有佔領 不會有衝擊 因為在他們的角度 他們就已經認為是 基本上也是 你要有一群人聚了 然後他們就會開始搞事 所以他第一次就不讓你們聚 現在金鐘的狀況就是 他戒嚴 全部都封了 他就是不讓金鐘這個地方去聚集 因為大家說金鐘聚集 我就全都封了他 基本上我面對的經驗也是這樣 譬如說前兩年七一集會 我說要去中樓搞 他整個中樓都封了他 行政部門很簡單 我們就要維修了 他今天就封草地 封示威區 封了他 那你就不能聚集 你一來到我就查你了 咦 那我有一個問題 現在立法會大樓附近一帶都是封鎖的 戒嚴 那明天開會的人就非法集結 他很有趣 他好像說明天早上可以聚集會 總之他們不會 晚上基本上差不多只會燒禁 他慢慢會發展到宵禁 如果他發展到 如果會炒大鑊的話 因為警察去政府一定不會讓 他不會讓佔領再發生 他不會讓以前發生的事再出現 所以他一定是鐵碗 一定是鎮壓 而今次香港人也很憤怒 還有很多見到三面口 一些新手加入 是加入不是說去遊行 而是他們所謂的晚上暴力衝擊暴徒 見到很多三面口同學為何舉高手 以前我們不會的 所以很明顯這班是第一次下來的 第一次對警察 第一次被警察打 有些經驗上是零經驗 其實有很多人 不是說Hardcore那些人 有很多人都想做些事情 這次也不會那麼容易放過你 那些人一吐氣 6月9日已經鼓了一次氣 今天又是鼓氣 如果又搞不出什麼事 或者你又打的 所以一定是會有一戰 而這一戰都可能會很大的 那你說消禁也不出奇 那你說整個金中 中區會消禁也不出奇 那就是消禁 我寧願你令我消禁 但是現在來說 在這一刻 你金鐘那時候 你覺得是有什麼用 我只是覺得 你現在不停在製造時端 把現在的路火繼續不斷升溫 本來如果你今晚給大家 你和平查會 現在還在下大雨的時候 可能那些人很快就散了 然後散完了 明天早可能有些人上班也不來 每次中大點一來 就不是那些人衝擊的 永遠都是警察挑釁 那些人還拖 每一次都是 我真的有光復 那些什麼 那些觀察了很久 每一次 當然大家都蠢蠟動 但是你從來都不會做主動 你都不像這樣 先動手 那些警察先動手 那些人就還拖 就是這樣 那你還拖的時候 我突然間火遮眼 我真的會有些失控 這個我絕對明白 現在警察不停地說 明明你坐在吃東西 你沒有東西做 都要撩起你把火 那時候 你將事情不停升溫升溫 別人說 我打算吃完東西回家 你這個肺 我就不走 現在個個可能就是這樣 心態的時候 那怎樣 你就更加激發到 那些人出來聚集 搞大一點更好 你十八區都消禁戒嚴 最好就是這樣 所以你今次 警務處這個舉動 是蠢到加零一 是惡能夠 這些就是白癡癡 我不要緊 我看到這樣也好 你不要拘捕那些人下水 本身那些人都不肯抗爭 不肯反抗 搞到全世界都下水 不肯一起打 這是自然反應 沒有人去組織的 現在是沒有人去組織的 你有本事 總之是一出金鐘地鐵站 你見人就拘捕 見一個拘捕一個 全國十八區幾處 都有這些年輕人在那裡 你拘捕 我拘捕他 你又不肯在那裡搞事 真的現在這幫警察在那裡搞事 現在 我真不知道明天 星期三 會有什麼事發生 但是 現在我身邊的人 其實我可以說回 我身邊的人 那個變化 今早還在說 好不好出來好不好出來 或者純粹說 好不好罷工啊 罷貨啊 即是溫和 很溫和 到下午那時候 就開始有人說 喂 又下雨 其實 又公佈了 又說六十幾小時 去談這件事 其實是否不用這麼早出來 不如今晚休息一下 再晚一點 一上Facebook 哇 你這樣的時候 真的有些人覺得 即是做了些什麼呢 就是一看到Facebook 那些警察都瘋了 那時候 周圍搞人 周圍搞人 那時候 有些人突然之間 直接反過來 不要了 我出去 明明這件事真是很穩和 甚至乎是因為天氣問題 令到大家 算了 不要了 這麼怪大雨 出去打完哪裏 回家睡覺 算了 這麼怪大雨 就要站在草地上 現在真的是你們這些警察 把那些人拿出來 而不是他們自己想出來 沒有人組織 你看到網上的人說 我們很想要領袖 沒有人組織 沒有 現在是 根本 大家 反而現在是 那些警察做了一件事 就是 凝聚了這班 這班 年輕人 去覺得 喂 我回家 我就是拿藥 我真的要出來 為香港做些事情 還有他們那一晚 怎樣去 在灣仔警署 對那班學生 所有人看在眼內 古自然的人會害怕 但也會記住你 會生氣 知道你那班 混蛋 有機會一定會動救你 我不動救你 只是未時機未到 沒錯 那些人是會記住的 他這一刻可能會縮 可能不出聲 但這些全部是看在眼內 這些是冰封三尺 非一日之河 沒錯 尤其是 在那晚六、九夜晚發生的事 真的 差一點來講 我希望大家 留下多些紀錄 圖片也好 或者是一些短片也好 儘量分享出去 有分享出去 你寫的內容 用英文寫 我們很希望 那晚或者這幾天發生的事 我們一定要全世界都知道 至少我在第二天 在不同國家的新聞 都有報道香港的事 而他們的報道 真的是中肯 而不像香港一面倒 大部分奶共傳媒 都是一面倒 CCTVB也是 明報是嗎 我都不說 香港很多報紙都沒有腰骨 現在都 明報真是賤人 這個拆開了 有時候 你是要用外國的新聞 來看香港發生什麼事 但他們的來源在哪裡 就是靠我們 在社交媒體分享出來的影片 或者他們自己親身的 戰地記者 沒錯 所以你一定要用英文 去告訴全世界 香港現在發生什麼事 其實我覺得現在 香港這個時機 是很難得的 在1989年的時候 香港曾經是很大事 因為1989年 天安門屠城 香港人那一刻 其實你要獨立 都應該獨立得到 我懷疑 那一下 但是那個機會錯失了 大家說 我們都是民主回歸 我們建設民主中國 OK的 都一片明朗 去到今時今日 2019年 即30年過去 終於有一個時機又來 未必有那時候 這麼不好的時機 但是也是一個不錯的時機 因為 你經常有國際政治的關係 就是美國和中國打 然後全世界圍堵中國的時候 你香港夾在中間 你又搞這些事情出來 是林鄭月娥 幫我們推上 她的國際舞台 成為其中一部分 我們現在 就如你所說 真的要向外國去做事 現在你說話 那些人會聽你 現在香港人 你說你是香港人 你說話那些人會聽 在這一刻 你再遲些未必有 需要把握機會 其實外國很多傳媒 是很留意香港發生什麼事 連台灣也是 台灣做大數據的人 有些人說 你香港的反送中 那個搜尋的keyword 已經超過了韓國瑜 成為台灣第一 這麼大 其實台灣人 是想不到台灣人 現在是很關心香港 因為 也是關國際政治問題 就是大家 統一屋簽一下 沒錯 大家面對同一個 共產黨的時候 台灣發生的事 香港人就會理 香港發生的事 台灣人會理 比起之前是更加緊密的 現在這一刻 沒錯 台灣人也有很多指點 過了意見 過了六九遊行 有機會再說 是的 還有我又說一下 我也相信 如果在近幾年 這三五七年 或者是雨傘 雨隔之後 有出來遊行的朋友 一定會留意到 一件事 就是外媒多了 有時候 如果 你逛逛的時候 你會看到一些 相機影響你之後 會走過來 用英文問問 你可不可以接受訪問 或者問你一些 我都會 有機會 去勸一勸 跟大家說一下 有時候 你把幾句英文 旁下身 就沒有死 就是可能你一句說話 就把香港 那一刻的東西 帶上國際 令到全世界都知道 發生什麼事 因為 為什麼我要不斷強調這件事 就是因為你在說 在香港來說 香港的傳媒 在外國 如果你在外國看香港的傳媒 很多時候是鳳凰衛視 鳳凰衛視說的話 你就知道是什麼 有時候 如果你是錯失了你的機會 然後有些 混蛋 就可以拿鳳凰衛視 那些新聞 或者CCTVB的新聞 去形容香港的時候 整件事 就會掉轉了 所以大家要記住 有時候遊行 都要帶著幾句英文旁下身 還有要做些英文標語 對 英文標語是很重要的 你寫中文不是說不行 但全世界是不會看的 我經常跟朋友說 你出去要表達訴求 你都很清楚 你要表達訴求 你表達給誰看 傳媒 身邊的人 因為現在我們打這場仗 靠香港人自己 是沒有可能打贏的 沒錯 你一定要 或者可能香港人打贏 但為何要這麼蠢 有其他外力都可以借 或者有其他人幫忙 你是要找國際關注 這個世界關注 甚至要制裁他們 我覺得做得非常之好 現在那些人開始 怎麼說呢 沒有以前那種潔癖 開始想很多古靈精怪的事情去搞 因為 勇武又不夠打 我們和理非又沒有用的時候 就開始去尋求其他方法 去想起古靈精怪的事情 現在有些人說 星期二晚的八點半前 會將保皇黨的名單 高官名單 全部寄到領事館 就是要制裁他們 討論他們是不是有外國護照 或者家人在哪裏 是對的 其實很多國家都在做 之前那裏 好像委內瑞拉 委內瑞拉高官的子女和親戚 在美國是被人圍的 譬如他入到麥當勞 或者沙伯 然後整個村人 委內瑞拉的人追著他 就這樣吊 然後對著貨櫈的人說 你不要賣給他 你賣給他 即是跟我的委內瑞拉的人過 這個人是殺人犯 因為殺了幾多人 他爸爸 追著他 不是追著他 追著他的兒子 對 說真的 你搞我的兒女不是 對 就是這件事 你搞我的家人就可以 你搞全世界 即是整個國家的兒女 這個其實就是說 你不要以為 好像香港很多高官 打算在這裏做死人的狗官 扮了中國人 你全家拿外國護照 你以為你全家會平平安安 你不要這麼天真 總有一天你要還 是啊 你試試在英國 可以韌韌腳 他他條條退休 你不要讓香港人見到你 即是 以前的香港人 就溫和 最多是瞄一下你 拍一下你的照片 不會出聲 但你去到現在這樣 告訴你之後 再更激 他一定會追著你 我經常都跟那些人說 你們有沒有上網看過卡達菲怎麼死的 怎樣 就是被圍毀 被圍毀 被圍毀 然後被圍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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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以為是這些狂人才會有下場 不是的 你去烏克蘭的國會議員都被人扔到垃圾桶 他也沒有打他 他也沒有怎樣傷害 他也真的被圍毀 然後被圍毀 都已經死了 他這一輩子都被人扔到垃圾桶 你被人扔到垃圾桶嗎 活該你死吧 你一輩子都被人扔到垃圾桶 有話說的 有圖有片 即是你不要以為你今天做的事是沒有人知道 或者你隻手遮天 總有一天你一定要還 怎樣還法 不知道 但是將來你一定要還 記住 現在很多 很多其實是學生和年輕人出來的 毛澤東也說 他學生運動沒有很下場 因為你怎樣鬥 你鬥死了我們90後這一代 你還有00後這一代 雖然00後和我90後這一代 價值觀不同 即是大家對於香港人的定義 或者很多看法是不同 但是一樣東西大家都是香港人 即是一樣東西不變的 就是大家都會守護這個地方 大家都會為這個地方去奮鬥 只是可能價值觀不同 大底層讓你一想 你可以打垮了我這一代 90至95你搞定了 95至00呢 搞定了00至05呢 你搞不定 你看到那個浪子蓋上來 我們幾年前最勇武的 其實可能是一小巨人 因為現在突然多一群十幾歲的年輕人 衝出來說現在我們都要衝擊 這一下我也很意外 是啊 真是意外的 而且它的形勢就是這樣 所以你連泛民民陣都不能夠一成不變 你不單是說政府 因為政府是在鬥年輕人 而且民陣也是在鬥年輕人 而且就算你在國民教育上 你怎樣斬件 逼一些年輕人 說他們是中國人也好 一件事而已 你搞其他事情 也有你 你搞他的家 他當然跟你死過 你去全世界任何地方都是的 你無緣無故搞別人家 搞別人家 搞別人家 爸爸媽媽 我做子女的 我自己的父母被人搞 我不跟你死過嗎 又或者其實那些年輕人 他們都很絕望 你們不要以為 十幾歲的年輕人 是沒有腦子 不懂事 他們都感覺到的 他們會看到整個世界 如何轉變 你們大人 想些什麼 做些什麼 可能那一刻他還不明白 但他看在眼內 其實一直都在影響著他 沒錯 所以 是啊 譬如現在民陣 他們都是打小孩子 譬如姚松炎 又打小孩子 唉 姚松炎 譬如說姚松炎 先抓出來訪 我是很失望的 我今天在Facebook 出了一個Post 是明報的 明報就拍了 在6月9日晚上 煲底那裡有一群人 他們做些什麼 全部戴口罩 手繳手 真的很重要 手繳手 戴著口罩 整堆的秩序 排在那裡 然後姚松炎 問這群人是 什麼來歷 是啊 什麼來歷 我平心而論 我不認識那群人 但我一看就知道 那個年輕的年輕的年輕 一看就知道 瘦蠻蠻的年輕 一看四眼還沒讀完書 我這一下 對姚松炎 我是極度失望 說真的 有時候你做政客的事情 你不出聲 就沒有人說你啞 起碼我看到 今時今日這一刻 有不少政客是躲起來的 好像消失了 說真的 你不出聲 還留了一線餘地 你出了聲 還要拆了 你一定沒有彎轉 而姚松炎就是沒有彎轉 其實行動派現在都 開明了 也不會要求你衝 學生說我們不開車 就求你衝 出小句聲就當幫忙 你不出聲就可以了 也不是求你幫我衝 什麼遞水 不用了 不要做任何事情 你就是不要做任何事情就可以了 你站在那裡 你不要出聲 你不要吵 但不是的 現在文實都說要吵 沒錯 姚松炎說搞笑 她根本就是人格分裂 早一點就在這裡譴責林鄭 林鄭暴力對待青年 什麼什麼 好 轉過頭 這班人的來力去哪裡 你不是傻了嗎 你剛剛才說 林鄭暴力對待這班年輕人 現在就說 這班年輕人在哪裡 你會是精神分裂 發生什麼事 要是這樣 我教你姚松炎 你就說 其實那些事情不是我的 是別人沒有認我來出 與我無關 你這樣舔過就算了 否則你回不了頭 根本這些姚松炎 這些新生代這些新勢力 根本就是動搖了他們的這個系統 大家根本就是對你現在的做法 你的行事作風 整個制度都想推翻它 沒錯 不要你們的規矩 我們是年輕人 不是我們是年輕人 那些年輕人 我都沒有做任何事情 沒有 其實我們這一輩人 都已經被那些年輕人 叫做老鬼 老實說 你說我明不明白現在十多歲的年輕人 我都未必明白 就是他十五六歲 可能他比我們更加絕望 我現在也叫做大人 有手有腳 有什麼事情可能都走一朵 你對於一班還在上學 是混混在這裡 其實讀書好像混在這裡 對於年輕人 我起碼要讀到中六才可以走 真的有種感覺 是 那又怎麼樣 這些大人有手腳 就要飛而已 是嗎 有錢就要走 年輕人呢 是嗎 走得去哪裡 如果上了岸的離地中產 四五十歲什麼都好 你有很多資產 你試一下 你試一下丟掉你所有資產 歸零 你回到年輕人 我叫你現在做多一次個年輕人 是啊 你跟他交換角色 你現在身無紛紋 什麼都沒有 十六歲的年輕人你上學 你想一下自己有什麼將來 你想一下你可以做什麼 你有沒有辦法可以拿回你現在 今時今日擁有的資產 沒錯 尤其是那群 那群就是九七之前那群人 你又要離地 但是你又拿著BNO 你當然是大口氣 但是你難為一些 九七後出生的那群年輕人 也不是的 那些不是拿BNO 拿家客戶 對 BNO其實也不是什麼 BNO都沒有人用的 但是這群九七後的年輕人 連BNO都沒有 是啊 拿著藍色的匪區護照 你拿著來做什麼 說真的 難道你真的 像吳京說 你拿著中國護照 可以在其他地方 帶你回中國 回到中國做什麼 手把 你有選擇做加拿大人 有選擇做美國人 做英國做什麼人 那群年輕人沒有 他們真的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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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換著拿著 就算他們正正常常去旅行的時候 也有機會 不知道為什麼被人 倒進房間 也有機會 就是因為你這本 是中國護照 是最慘的 為什麼有個年輕人 十五歲 有篇文章說 一槍打死我 我做什麼都沒有 一槍打死我 十五歲的年輕人 十五歲的年輕人 絕望到什麼地步 你真的想想 你現在把所有的房子都扔掉 所有的房子 錢 錢都扔掉了加拿大的護照 你真的只有五個年輕人 你全身只有五個年輕人 有幾個年輕人 有幾個年輕人 算多 是啊 試一下 你看你怎樣生活 你現在代入一下 你想一下 我都不夠膽 我現在28歲 你叫我回去十六歲 我都爭 你叫我現在十六歲 做那個年輕人 我都不知道將來可以怎樣 我都不知道怎麼辦 我除了出來和你死過之後 我都想不到可以怎樣 我經常跟老人家說 那些很傻事的老人家 我說 你四十年前 日打三份工 你現在跟我日打三份工 給我看看 你打到我 我說你厲害 你做一個十二碼的康奸 都已經沒了十二個小時了 剩一個十二小時 你再跟他打兩份工 你做得到我 我真的跟你拿腳趾 你又不算是 你用茶樓拿著茶杯 在那裡說 現在什麼時勢啊 你日打三份工 然後又找那些年輕人搞事 你老媽 如果不是那些年輕人幫你爭取 你有錢拿老人金 什麼掌聲樽 你有錢得拿 我覺得現在六月九日晚 那些年輕人 基本上那一百萬人應該負的債 沒錯 那一百萬人的債務 是落到那些年輕人 當然裡面也有些不是年輕人 但主要是年輕人 你看彎仔那些 全都比我小 看樣子 其他人很可憐 那些女生也有男生也好 我覺得 我們就在下一節 回來可以釣一下六九遊行 沒錯 那些事情 真的有些事情 我真的不圖不快 好 休息一會